这场的焦点就在于是东道组是否能延续他们黑马的脚步 还是说克罗地亚能终止俄罗斯主场球迷的四杯梦 今天我要讲的是霸强东道组俄罗斯对夺冠热门克罗地亚的比赛 我个人是更看好整体实力更强 然后本季表现更稳定的克罗地亚 我看好克罗地亚最关键的就是他们拥有强大的中前场 特别是他们的灵魂人物就是那个Modrich 是他们本届表现出色的一个关键 他是克罗地亚攻防两端的绝对核心 有他作证克罗地亚是比较稳定的 再加上他的队友Lakitich、Pelicich和Mandrigich这些大将 我相信他们是有办法攻破俄罗斯的大门 俄罗斯之所以能淘汰西班牙主要是因为西班牙 破不了他们密集的防守 但是克罗地亚在进攻手段非常的有危险 他们在小主赛到16场4场比赛已经打进了8球 所以我认为如果俄罗斯要想延续他们在上一场对到西班牙的密集防守 是很难可以守得住克罗地亚的 俄罗斯虽然在上一场16场淘汰了西班牙 是爆出了本届大会最大的冷门 但是我认为他们已经到了一个极限 我实在是很难想象连续两场 都会有那个对手 又要再次送出那个手球 给对手点球的这种低级的事物会连续两场的出现 所以我认为只要克罗地亚正常的发挥 本场他们应该是可以顺利的拿下的比赛 当然俄罗斯还是有机会的 还是要靠高中锋这个JUBA 就是通过长传的方式争取定位球 也可以通过反手反击 但是我认为他们的机会也不是太大 虽然他们平均身高非常高达到了184.1公分 他们对手克罗地亚的身高 还要比俄罗斯更高出1公分 所以我认为他们很难在定位球的机会上 占据太大的优势 所以本场我个人是更看好 克罗地亚能顺利的赢球 我个人是看好克罗地亚能以2比1取胜 哥们聊是非 由温打咖啡为您呈现 唱饮温打咖啡 让您全天候冲劲十足